驚險車禍瞬間來看到花蓮銘駕駛準備左轉 沒有注意到一台直行雙載機車直接撞上 機車上的情侶檔瞬間被撞飛倒地 另外在台北市市民大道上 則是有騎士疑似看錯了燈號闖紅燈直行 下一秒就被左方的機車撞上 大路口人車都有很多 此時一台直行機車騎到一半碰的一聲 遭左轉機車硬聲撞上 機車瞬間倒在路面 一路滑進一旁的店家 路人嚇壞緊急跳開 遭撞情侶檔雙雙倒地傷得不輕 機車就這樣很躺店門口 店員嚇了一跳 完全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過不久救護車到場 你是轎車的駕駛 好 先跟你坐個酒車 初步調查 肇事駕駛沒酒駕 事發就在花蓮市區 原來駕駛轉彎時 疑似沒注意到速度不慢的直行機車 才會一個沒留意迎面撞上 好險遭撞情侶檔身體多處擦傷 沒有大礙 經檢測均無酒精反應 詳細造勢原因 尚待調查中 類似驚險畫面 出現在台北市市民大道上 耗制是紅燈 但等等 怎麼兩名騎士一路往前騎 過不久一名騎士 直接遭左邊橫向機車撞上 連人帶車摔倒在地 滾了好幾圈 機車零件噴的到處都是 騎士疑似看錯燈號釀貨 影片一出網友留言 說這裡很常有人看錯燈號 沒認真注意一個謊神就會騎出去 詳細照則警方還要再釐清 記得綜合報導 到處